大家好,我是文哲 婚姻中最忌讳的就是背叛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会轻易的原谅另一半的出轨 人们说男人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其实女人出轨后也是无法停止的 其中无非是因为这三个原因 第一,出轨的女人认为自己找到真爱 爱情是风花雪月 婚姻是彩米油盐 男人出轨走肾,女人出轨走心 婚后生活水平淡如水 女人早已厌倦了彩米油盐的生活 而夫妻之间的朝夕相处 早已经对彼此没有了新鲜感 这个时候女人遇上了一个懂她的男人 很容易让她忘情 这个时候女人出轨为心 已经对婚外的男人付出了真情 就连自己也难以控制自己的内心 会一直想着外面的男人而忽略到现有的家庭 很难停下来 第二,老公迟迟没有发现 侥幸心理占据了上风 婚代出轨这件事情 只有当在被发现的时候才会有不好的下场 而当女人出轨后 老公迟迟没有发现 这时候抱有侥幸心理的女人 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罪行 就像一只偷青的猫 在她的眼里 老公其实就是一个愚蠢的瞎子 根本就看不到也不可能知道她的所作所为 一边是温柔香 一边是糊涂蛋 除非是情人甩了她 否则就是自己厌倦了 否则女人婚内出轨的行为 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第三,外面的男人对她太好了 让她控制不住自己 在婚姻里啊 最恐怖的事情不是物质条件一般 而是其中一方有了比较心理 特别是对于您来说 如果她开始拿老公跟其他的男人进行比较之话 就一定会产生异样的心理 特别是啊 左手是婚姻疲惫和老公爱搭不理 而右手却是情人的浓浓爱意 事实都以她为中心 女人在这个时候最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甚至会觉得自己嫁错了人 而当外面的男人对她越好 老公越是对她不闻不问的时候 女人就很难控制自己 在当初尝尽后果 这种心理上的落差 就会更加的让她控制不住自己 在这种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执迷不悟 除非有重大的变故 否则她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是啊 爱情是需要一心一意的去为对方付出的 唯有忠诚的真爱才是婚姻的归宿 破镜男重圆 希望大家且行且珍惜 好了 今天文哲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观点 记得留言评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